王氏君带澎湖干妹回家过夜取暖 其实我也希望她找到她的幸福啊 是的 洪小磊的金氏前夫王氏君遵命 她八日晚上就带着一个妹回家了 此妹非等闲之妹 就是在她以婚状态时处游被抓包 并被报为她生了个女儿的澎湖干妹妹 八日傍晚狗仔哥哥守株在兔 快两个小时才逮到王老爷上车 启迟澎湖干妹妹早在车上 就这样欠女幽魂般飘下来到副驾 两人一路奔向麻辣锅店 男人就得干活下车张罗吃的 看着大包小包的 回家全被下人接受了 好手好脚也需要个女佣拿吃的 不说不知道 她回的这个家就是那个被法开的豪宅 直到深夜仍不见澎湖干妹离去 莫非 呃 干妹已经没有那么干了 目前身边有不错的对象 就高级书馆 大我五岁 不然是美女啊 狗仔自日积极有追求着的 雷雷仍是良母带一双儿女上财艺课 王世军隔天就在脸书狂晒天论 半秤纸奶爸 然后八日 他就把干妹带回家了 对于前步豪宅出现新女主人 雷雷笑说 这已经是救闻了 祝福大家 现在就各国各的 王世军助理表示 执行长正在开会 暂时无法回应 只乐动新闻 执行长不止开会还会开 开心哦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